这题问就是给个二次函数Y的AX平方减4X加1 然后他问你就是与X轴不相交相交两点跟相切X轴有一点 然后他会问他们这三个的值所以要求A的范围 然后这题就判别是B平方减4AC 然后不相交的话就是B平方减4AC会小于0 所以负4的平方16减4A要小于0 所以A要大于4 所以负相交的A的表结 然后相比两点 判别是16减4 B平方减4AC要大于0 所以A要小于4 这也是他的答案 然后与X轴相切于1点B平方减4AC 然后等于0 所以这一个A等于4 然后就可以求出A的答案 好那其他东西看看 在他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东西是没有注意到的 请问你觉得会全对的请举手 没有 你觉得有错的请举手 也没有 来 请大家看一下 方法看一下 它里面的1 2 3 哪里会有问题 2 来 有人提出来2是有问题的 找一下 2为什么会有问题 你记得一件事情 它是二字函数 所以要补上去A不等于0 OK 所以最重要的部分